好 來關心今天新聞的重點 美國拜登總統指派的 跨黨派的資深代表團 在今天到明天要訪問台灣 搭乘的是行政專機 目前所得到最新的訊息是 班機應該會在今天下午的 三點多抵達台灣 在明天預計行程是會 見蔡英文總統 這次來的整個的代表團 包含了有穆倫 富洛伊 蘇利倫 還有葛林跟麥艾文 看到這次整個的代表團來了之後 總統府也表達了結成的歡迎 表示向拜登總統 還有美國政府跟台灣的 堅定支持 表達感謝之意 這是我們看到 這次的代表團來了之後 那麼也認為說是 展現了美國跨黨派 對台灣高度的共識的支持 而蔡英文總統預計是在 明天早上會在總統府 接近訪團 並且會在明天的晚社晚宴來接待 雙方將會就台美的關係 還有國際區域等局勢 各種重要的議題 來進入深度的交流 另外我們看到 前外將官劉士傑 怎麼看待這個事情 他說代表團訪台的訊息 非常的清楚 也警告了中共不要輕舉妄動 他在臉書上 發出了這一篇的文章 他說當然 這也是給刻意要散播以美論的人 一記當頭棒赫 他說誰是朋友 誰是敵人 這就非常的清楚了 而國安局高層也接出了三大的意義 這哪三大意義呢 我們就來看到下一張的圖 這一張的圖就寫到 國安高層接出了三大意義就是 第一就台美的交往模式來看 資深代表團的新互動模式 是快又有效率的 因為整個事件 我們看到是在昨天晚上的時候 才傳出有這個訊息 代表團即將來 那麼很快的 馬上就成行立刻了 進行 那麼另外第二就是 就訪問的時機來說 展現了美國對台海 還有區域和平 跟安全承諾的再保證 來看到這次來的人 的確他的層級 其實都算是滿高的 整個的層級都還滿高的 另外第三就是就訪問團的 成員組成來說 透過了重量級的卸任 國安高層來官員訪台 傳達的是對台海和平安全的 堅定的支持 這是我們看到 國安高層所接觸的三大的意義 另外外交部當然表示說 對於木輪帥的重要的訪問團來台 表達誠摯的歡迎 就在今天下午的3點多 班機 專機 行政專機 應該就會抵達台灣 另外國民黨主席特別顧問 也是國際部的主任黃介正就說 國民黨對於美方 重視台海和平的穩定 感到欣慰也歡迎 另外我們看到 這次來的是前任的國防 還有國安的官員 雖然都是前任的 但是也是都是重量級的 看到美國的高級的官員 透露說來台的代表團 是由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慕倫所率領的 同行看到除了還有兩位 前國家安全委員會的 亞洲高級的官員 所以這一堂目的是什麼 就是為了展現美國對台灣 強而有力的支持 而現在就在 俄烏開戰的敏感時刻 美國總統拜登指派 由前參謀首長聯席會主席 慕倫率團來訪問台灣 要傳達對於台灣和平的保證 我們就來掌握一下 行政院長蘇貞昌今天最新的說明 在世界局勢有變之際 美國拜登總統派相當層級 非常高的訪團專程來台 可見台美關係的重要 台灣地位的重要 以及美國重視區域和平 堅定支持台灣的態度 來跟我總統相關首長 大家交換意見 共同注意各方情勢是非常好的作為 我們對於整個周邊情勢 以及台海和區域 我們都密切盯住 那對於相關有任何假信息或境外勢力 利用各種來擾亂視聽 我們都交代相關部會 予以直接提出各種信息的更正 並且以正視聽 全世界都看到 烏克蘭面對惡靈的侵略 不屈不撓 全國團結抗敵的混勇作為 所以所有的民主國家 甚至到教宗都出命力挺 而且對侵略行為 援以譴責 台灣作為世界民主國家的一員 我們都與世界民主夥伴同步 不但嚴正譴責俄羅斯的侵略行為 並且也會同步做各種相對應的制裁措施 對於相關的銀行等做出的決定 我們都會與與同步自當配合 至於如果國內有廠商 因此配合政府政策 而受到困擾或損害 政府自當以協助 現在俄烏之戰燃燒引發了台海的局勢 立法院法治局在日前喊出 台灣可以恢復徵兵制 而國防部長邱國正則是表示 台灣現行並沒有廢除徵兵制 而國防部目前的重點就是戰力 建軍備戰 他個人也不會排斥徵兵制 國防部都有在做比較跟分析 徵兵我們並沒有廢除募徵並用 但是重點放在募兵 但徵兵要四個月一起 這也就是徵兵 任何議題廣播都可以討論 這是個議題 但國防部目前的重點 就是一個戰力 建軍跟備戰 在這一方面來琢磨 所以各方的意見 我們並沒有拒絕 在討論的話 邀請我們參與 表達我們意見 但各有各的一個講法 我們自然會從常來記憶 但目前我的重點 就是一個建軍備戰 一個議題嘛 對不對 有一年一年兩個月 一年五個月一年半 這都是可以納入討論 但我現在並沒有一個定界 那您個人會希望可以延長嗎 我個人沒有什麼意見 因為我這一路看來 對不對 當初為什麼有徵兵 後來為什麼砍成募兵 大家也很清楚 一方面財力的問題 再一方面我們平常就要能夠 平日講兵少 暫時用兵多 就是這個概念 但當你平行進行去看一看 當初一起兩年或三年 現在募兵都四年以上 所以要以這個戰力來看的話 孰強孰弱不就分析出來 這形成了這個規劃 會有統一的一個單位 來做處理 要談論議題 我們大概也會經過一番討論 再做研討 談點哪裡 談點 這個跟各地方都有關聯 不光是有軍事的範疇 我們最近發了一份的國防手冊 一個範本 發到各地方任務 這裡面就有 一旦有狀況的話 到哪裡去做一個比較就地的避難 這都有一個做一個指導 台海情勢 你認為有不緊張的時候嗎 我都滿緊張的 我從前以來只是一個高低程度而已 我不會因為其他任何一個 知文文學生一出來以後 把我們整個主軸 思考主軸給搞亂了 我們今天尤其高階幹部 我一樣跟他們強調 我們思想要一個主軸 要一個外面 沸沸揚揚的 就有所變更 以前有一句話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火延燒 資深媒體人李彥秋說 烏克蘭是全世界公認的主權國家 擁有180多個邦交國 但是遭到俄羅斯入侵時 都沒有看到其他的國家 派兵來援助 來看到他怎麼寫的 他說台灣是烏克蘭嗎 當然不是 烏克蘭在1991年脫離蘇聯獨立 有自己的國號國旗 全世界有180多個邦交國 包括了俄羅斯也就是剛中斷 還有中國 美國 以及歐美想得到的大國都是 而且它也是聯合國的會員國 也就是說烏克蘭是全世界公認 一個中國的政策 台灣上下都應該要建立一個共識 就是不管美國會不會來救 我們當然當他們都不會來 而基辛景八年前給烏克蘭的建議 台灣的政客要好好的拜讀才對 其中有一句很關鍵的話 寫的是什麼呢 他說不要做任何一方 勢力的馬前卒 周旋在兩牆之間 的確是需要極大的智慧 但如果智慧能力都不夠的話 那麼最起碼的要有備戰的準備 如果不備戰的話 又不願意降低兩岸 緊張的關係的話 那麼只想靠著當馬前卒 來躲避戰火 這根本就是把整個的台灣 送進烽火中 烏克蘭人民還能夠往波蘭 往羅馬尼亞去撤 但是台灣就是一個島 你能夠撤到哪裡去呢 看到這是李燕秋他的評論 字幕fo neglect 《満山大ino》 抽雲 在日本 glorious 本至於永遠的 tal